看情书多大视频帮你突破路人瓶颈 哈喽大家好我是情书 那么这一局也是我一个路人单排 我们战斗只是2400出头一点 那么对面是接近2500 这一局应该是对面大真理在直播 那对面还有飘杰P绳都是我比较熟悉的ID 然后我们这边的英格里希还有五毛一芬 最近碰到的比较多 那这盘我是随道的一个隐魔SF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阵容随机出来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有魔马先知 看一下双方阵容的配备 你打个隐魔给我看看 七龙应该不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刚刚双分被清零的这个蓝玉涵 说打个隐魔给我看看 那我这把就不惹了 跟队友商量一下是不是来点厉害的英雄干了 因为对面都是有几个是2700的高分的英雄 我们先知也惹掉了 我知道英格里希的先知跟他打 有一盘路人跟他披草的时候 他打的是先知打的节奏非常好 那一盘我们是比较劣势 然后先知带现 最后是双方都只剩基地了 都没有破上下凉路 都是中路直接高地 然后换基地 结果换赢了 那一盘我对他的那个先知的影响是非常深 那这一盘他是为了一个风行者 走了优势路 对面的阵容也出来了 对面应该是P10的SK 然后7楼的BH 中路应该会是个拉比克 然后打野的府王 那我出门装的话 我直接买了一个户外 然后一组吃树和一个树枝 打这个拉比克的话 基本上补刀不会特别有影响 那为什么我要出这个出门装呢 因为像路人举又打了一个影魔 如果是三个树枝带补给品的话 你想裸瓶子 那我觉得控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对面有府王有BH 那中路跟我对中的还是一个拉比克 如果他有一个队友过来帮忙控服 然后我又正好碰到的话 那我是不是挂掉 就是会一波打的非常伤 会浪费掉很多的补给品 那所以我这盘呢也是看情况呢 我是觉得出瓶子可能会不太妥 因为我们是没有浮点的眼睛的 队友的眼睛是封掉了上路的两个眼 那和拉比克对中的话 我觉得因为伏器品不是特别多 我还是有着自己的补刀节奏就可以了 不用跟他拼得太特别凶 万一打野的府王一出来 然后他一个贼把我贼过去 不万一一个吼一个点灯 我很可能就交代在中路了 这样的话我就会非常伤 贝拉比克等级压制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两分钟看一下神服在下路跟队友打个信号 让队友把下路的神服给吃了 在家里也是运来了我的鞋子 那我们下路BS是空到了一个幻象神服 你看他在往这边走 那我这边先不吓他 因为他们黑电的话沟通的会比较好 如果我有什么杀他的意图的话 他肯定会提前往后退 这边BS过来了我准备走近一点 一个雷炮放到 然后这样的话就很稳 他把我雷了起来 因为我也是没有鞋子 所以追不上 刚才只放了一个吸泡 那这边也是可能是我想多了 如果BS来的时候 就点他一下压一炮 压个插炮的话 应该就能稳稳的带走 刚才也是因为买鞋子的时候 身上只有一棵吃素的 所以我想等这个有钱买一个补给品 然后再和鞋子一起运过来 现在BS应该是去了上路 现在我们下路是一个优势路的风行 但烈士路的赏金应该是还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前期有BS在下路 赏金肯定没有风行混得好 而且风行是一个优势路 那现在的话我就继续在中路 补刀 像你魔族的英雄 如果你在中路对拉比克 你的灵魂有很多灵魂 这样的话他就居然这个X放到你的 你补刀还是不难补 很好补 这边我以为是上路发生灵血 结果是下路我们风行单杀的BH 这边我看一下神符 因为他已经有瓶子了 先去看一下神符 现在看伏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隐身神符 那队友都在上路 刚点了一下信号 队友不过来 那正好拉比克是往上 应该也是看伏了 那我去也去找一下斧王 待会能够抓到斧王 不然的话我在中路 今天就会被他给追回来 这边刚才看到一个红点 斧王应该打野 直接一个雷炮 一个X炮 他们上路的话 应该是飞机宝杀王 在家里运了个大魔棒过来 再运一张TP和一组吃树 现在的话我在中路打的不是特别凶 因为怕什么呢 我就是怕这个斧王 在野区打野一个高等级的斧王 和BH的游走 所以如果下路没有这个红点的话 我是比较担心的 那对面是一个宝杀王 不是宝飞机 那么说明他们上路 游走的会比较少 宝杀王的话 可能就打一个中击 中击gank这样一个节奏 如果是宝飞机的话 那肯定是球发育 前期游走 我们上路因为是三个人 所以应该也是稍微有点优势 刚才应该是杀了他们的飞机 拉比克到6 透露我一个引压 这边又是 英格里希的封心者单杀了对面的BH 单杀了两次 那这个封心者 走优势路应该是 非常非常的肥 比我肯定肥多了 上辅拉米克跟队友说一下 这样上路的话就得赶紧撤退 因为对面这个杀王应该快到6了 现在是5级 5级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看队友的这个蓝点撤退的比较慢 不知道上路会不会有危险 现在拉比克已经不在中路了 状态又比较好 肯定是 肯定是去上了 那我继续在中路 继续在中路补刀 混经济混等级 7级了 我身上也是刚才提前带了一张TP 来这边果然是拉比克配合6级的上王 那这个DP应该是死定了 这一盘我应该是打的算比较小心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前面几次控服都是往下路走 因为下路这个BH发挥的不是很好 往上路走的话 这个 危险程度会比较高 因为上路第一个人比较多 而且拉比克也是往上路跑的 而且上路又有这个他们的野区打野的腐王 先看一下他们的人员走动 飞机应该是来中路应该是想杀我的 刚才拉比克在上路杀掉我们的DP之后应该是TP到中路 那我这边先缩一下 这局进行到7分钟 我觉得我自己总体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 7分钟 正补31反补13 还有一个腐王的人头 那中路还缩了几次 因为怕他们的游走 不然的话正补数肯定会更多 被拉比克冲到塔下来雷露我一下 腐王从后面冲出来看到我们中路是两个人 那应该没有这个杀我的意图的 下路的话是风行配合VS 再一次杀掉了对面的VH 我刚才以为腐王要冲塔杀我们的DP 那既然我绕了一下正好再打波也再回家 现在他们优势路把线推了过来 我觉得之前他们因为是要混等级混经验 所以一直在空线 现在他们把线推了过来 应该也是比较着急的想游走来打开局面 回家喝个家腿 现在血量已经有四位数了 下路 现在VS绕了一下视野 应该只有腐王一个人 直接TP过去看有没有机会 这边是我们有三名队友 应该是追不上了 我右边应该是有个BH跟在后面 这样的话VS比较危险 VS中了腐王的点灯 加速拉比克往中走了 上路的话还是飞机和尚王 尚王的话应该是早早的出了绿邪 那现在还是七级 这里我是中了标记 那我先故意在这打两波野 把他们人都招过来 因为看到沙王和拉比克都在中路 现在标记是没了 他们应该还是会认为我在打野 那我现在赶到上路跟队友集合 我刚才看到拉比克已经是往眼去跑了 现在的话就只能避开他们的大部队 因为他们等级起来了之后 抓人是非常好抓的 特别是抓那种落单的或者是收线的 一抓一个准 而且他们抓到人经济就会长得非常快 因为BH到了六级有这个大招 现在的话他们应该是没准备退我们的中路塔 应该还是在野区在我们中路和下路的地方 诶这边两波野 切个智力甲腿先把野清了 所以刚才我也是选择了自己跑到上路跟队友抱团 因为现在按打团来说的话就不一定了 如果自己还是在野区或者在下路中路收线的话 就比较容易被抓 那现在他们的话我觉得是不会来手的 因为如果现在塔只剩这么一点点血 如果他们都TP过来的话这样太不值了 而且又不一定打得赢 这边先回座塔 他们还是没有选择回来 还是在中下两路 现在我们队友开了一个5 那现在的话就是拖住他们的节奏来 然后顺便扩大我们自己的优势 现在开5区中不知道能不能抓到拉比克 哦拉比克的话也是往下路走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去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守下路了 这边一个吼是吼到了拉比克 但我真觉得没有必要去追 对我是点了一下对面中路外塔的信号 我觉得他们都在下路 那我看见我们推这个中路塔 一定会给我们换塔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已经赚了 因为我们刚刚拿掉了一座他们上路的外塔 没有尸主的杀王也是到了八级之后 哎这边他们提皮过来一个人 到了八级之后也是一直在游走 没有任何经济的来源 SK也是看了一下12分钟的神符 应该是准备来中了 我们的下路塔被他们的 是被他们的车拿掉的天灾军团 打两波也先回家补一下 我上的钱刚才拿了一座塔之后 现在已经1600了 这边因为我是没有状态 所以我跟队友打字说一下闪 打完这波也回家 我应该有1800多的经济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选择出 550的看魔斗篷 然后再把这个战果合出来 因为他们现在是集结了一波 5人集结想推我们的中路塔 那出550的看魔斗篷 再加上战果的话 作战能力会非常的强 这波塔估计是不能让了 队友都在中路等着我和萌玛过去 我们中路是他们没有选择推我们的外塔 直接是跑到二塔和外塔中间 今天来杀我们的人 这边是我们VS前辈带走 这里我直接TP过来 还想追我们的风行 一个C炮一个X炮 某马也TP过来 一个大应该能大两个 一个W收走了飞机 我这里点一下收走了拉比克 这边BH是一个镖 杀死了我们的风行者 刚才我一个Z炮 现在一个C炮 这波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的赚 因为我们是一个二关三 而且还反补了一座外塔 这波他们冲的比较凶 刚才那波如果不是VS先被秒的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留住更多人 这一盘的话我们的DP装备也不是特别好 还有我们酱油因为可能满眼满粉 经济比较的落阔 应该可以说比较脆我们的酱油 这边飞机和拉比克拉比克拉了我一下 没有控制技能 那我直接摇打一个Z炮 这边我还有个 刚才我也是犹豫了一下 我觉得不止他们两个人 所以我也是没有吃出来的 没有选择吃那15个魔棒 如果吃魔棒的话 肯定能够带走飞机 如果他们是两个人的话 我可以 应该是可以跑掉 或者是 我杀了飞机之后 再考虑杀掉这个拉比克 JPS操作的还是 反正还是比较细腻的 我们风行者也是选择了出一个输出装 紫苑 没有选择出梅肯 这边我得打字跟BS说一下 因为我快复活了 现在下路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们把下路线带过来了 一般的话 隐魔肯定会去收 现在抓隐魔就是得这个阶段 所以我让BS不要出去收线了 他们肯定会在下路抓 抓掉你的 这边又是加速拉比克 如果他刚才 我刚才晚说了一点点的话 他应该就会挂了 现在的话上路线是最安全的 但是上路风行者在收线 那我知道在我们的野区 还只能打这波野 因为这波野被抓的几率比较小 刚才看了一下远古野 这波远古野是隐魔比较喜欢的 因为压个三炮 然后再点几下 很快的就能清掉这波野 他们的话应该是下路五人 反正人很多 至少是三个我觉得 提完这波远古野可以去 可以考虑 因为他们下路还没有走 那可以考虑去他们的野 稍微发育一会儿 收点灵魂 现在他们应该是看下路抓不到人 陆续的再往中赶 那风行者把上路线带过去了 他们把中路线清掉之后 应该就会来收上线 那我把这波野清了之后 就不收右边的野了 因为这样的话 就很可能会碰到他们 但是风行者 这样的话就非常危险 我是已经在收左边的野了 风行者碰到了拉比克 腐王 应该还有飞机 那肯定是得挂了 身上又是1700 1700的话 其实我可以考虑出一个挑战 虽然说看他们的阵容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控制剂 或者是打断剂 那出BKB的话肯定是能够 把自己的输出最大化 出挑战的话称柔一点 我觉得因为看到风行出了一个输出装 而他们的话就是保了一个SK 那他们就是打架阵容 如果后期的话就一个BH和飞机 那BH和飞机发育的又不是太好 我觉得如果我撑着 因为我出BKB的话 那我们的队友都比较脆 我们的队友比较脆的话 就算我把大招放了 然后把这个引压都压得很准 那酱油死了我肯定也不能有什么作为 如果我出挑战上去扛的话 肯定可以帮队友分担更多的伤害 像我们猛马BPVS风行都是技能 就是说很多都是靠技能吃饭的 技能用处都是比较大 那我上去吃技能分担伤害 如果他们把技能放出来 那才是就是团战胜利的很关键的一点 而且如果我这个输出不足的话 我们还有风行者这个点 他也是一个输出点 他先把紫月做出来了 就已经这个输出就已经比较的可观了 那到了后期之后 他再补几件装备 那么作用也会非常大 因为对面就是一个中 就是说中后期偏打架的一个阵容 因为他们保SK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到了很后期的话 他们就是靠BH和飞机这两个点来输出 而且我觉得隐魔这个英雄他出挑战是有加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像现在有一句话 就是说团战可以输隐魔必须死 那出这个挑战如果能吸收很多很多技能的话 我觉得这个挑战出的是非常值得的 现在我们四个队友一起开了屋 刚才17分钟的时候 队友在下路打了一波也是比较吃亏了 是对面一个一换二 飘结的一次双杀 现在他们的英雄应该也是都在中路附近 哦这边也缘故也看到两个红点 那我们开了屋的都赶过去 也是一个口是死亡和BH 就是猛马一个D一个大招 我这边直接一个插炮一个C炮 运气非常好拿到了一次双杀 所以我刚才也是说 你自己装备好输出再高也没有用 因为这种你如果不靠队友的技能的话 你是就算装备再好 也是不能够起到多少作用呢 那我刚才杀了人之后 直接来到了上路收线 刚才封印者也是定住了拉比克 但是好像没有杀掉 这边我直接TP了 看来SK在一个阴影的地方扬了大招 这波的话应该可以打 因为我们是一个蚁多打扫 刚才也是 猛马挂掉了 SK也挂掉了 这边这里的一次双杀 飞机的一次双杀 三杀 反正飞机肯定可以被我们两个追死 这边不用引压了 他一个R就可以收走了 后面应该有个腐王 想过来一个C炮一个X炮 过来一个口 BH在旁边 直接摇打 就是BH一个Z炮 这边X炮在CD 等一下再一个X炮 是没有杀掉BH 这边一个R是R空了 不然的话火王应该挂了 这里DP原地TP 但是我的引压又在CD 刚才自己确实也是没有 打的不是特别细腻 刚才摇完大之后一个Z炮 然后我又是点了这个BH 虽然他隐身了 但是我这个A一下的弹道已经是出去了 如果打的稍微细腻一点 看到他那个逃跑的路线 然后不用插跑一个C炮就可能把他给压死 也是可能最近影魔确实蛮点少 如果刚才压死了BH的话 我们的DP可能就不会挂了 那现在身上2000多块钱 我是不准备出跳的 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出BKB 出跳刀的话 很难过去摇打 不过出跳刀 只是为了秀操作 跳过去压死两个空血的话 我觉得这把跳就是非常没有必要出了 另外也是跟队友说一下我不出跳了 现在这个防御塔的数量倒是 对方领先我们一座 我们的中下两路都被破掉了 而我们的话只破掉了他们上路的外塔 但他们飞机在上路发育 这边BS说杀 这边先一个插炮 贴过去一个雷炮 但是他选择了往回跑 这边一个雷炮A一下 然后后面加速的SK是炸掉了我们的BS 这波的话是一个一换一 我们还是赚了 因为杀掉了对面一个违和BH 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因为对面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可以推他们的外塔 他们是不敢守的 如果我们这边打起来的话 而且他们的外塔就剩这么几下就可以A掉 他们是开了一个塔房 躲了一下飞机的大招 这个防御塔可能会被他们反补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上下两路都有线 队友是TP到了上路 这边他们 斧王和SK是想追我们的封印者 给了我们封印者一个点灯 看他们想追的话我就绕一个阴影 现在摇大 这边一个贴身大放中了 雷炮先躲一下 这个斧王是肯定挂的 这里我们又是赚到了一点便宜 那这样的话他们都跑了 打不起来我就去下路收线了 这个打团和打前的节奏一定得把握好 因为打路人你没人保 没人保的话你就得自己找节奏 就得比开黑看的更加的仔细一点 那现在剩下3600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出什么装备了 首先我觉得如果现在出蝴蝶的话 没有太大必要 因为现在才22分钟 这边两个酱油收线又是被抓了 刚才说到出蝴蝶 他虽然说攻击撑得很高 但是他合成起来不平滑 而且对面又没有什么物理输出 所以我觉得蝴蝶没必要 而且现在出分神斧的话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就是出一个双刀 双刀的话他就是说一个利民英雄的万进游装备 合成起来非常平滑 而且他会增强英雄的这个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 而且可以打出这个残废的效果 我觉得他是这个装备是集追杀逃命 撑血于一身的装备 他确定就是作为一个大剑 他攻击力增加的有点不尽人意吧 总体来说的话 这件装备的属性都是我现在比较缺的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双刀是我就是说性价比最高的装备 现在上路 魔马被抓了 马上TP过去 但对方抓了魔马就马上撤退 开了战鼓撤退 这边也是没有什么留人技 感觉说这样打被他们一直抓还是非常亏的 上路一个加速神斧 腐王是路过没有吃 这边应该是腐王先抢到 别死一个锤 我这边直接摇打 看别死能不能换过来 他们后面应该有人 我这边先绕一下阴影 一个插炮一个C炮 腐王吃了加速 还差一下 这边我先站着跟他们A 我现在非常肉 看他们上不上 这边SK也死了 我们的VS也挂了 又是一个E换E 这边DP要挂 魔马是山山来迟的 一个D递过去 拉比克跳走 这边还跟了一个导弹 他们可能要杀魔马 魔棒先吃掉 在他后面 如果他们想杀的话 我们可以反杀 这边一个舒服机 一个烧炮一个贼炮 这个BH肯定要挂 现在剩上钱已经够做出双刀了 那这边我先把双刀给买好 然后去下路收拨线 正好可以升到16级 这盘的话应该是在12月12号的凌晨 我记得是早上6点多打的 然后之所以放的比较晚 就是因为16号 准备16号去这个南京做活动 所以这部视频比较的晚发出来 现在复兴着相位子愿 然后一个一千的魔力法杖 应该是准备出推推 现在可以看到对面的飞机和BH也是 怎么说应该就是说 发育的比较多 可能也是在为这个打后期做准备 不发育不行 不发育的话他们后期就没得打了 飞机刷钱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现在我们也没有主动的去找他们 推塔或者是主动的找他们打团 所以说他们打前打起来就比较的顺 比较的快 也比较的安全 魔马的话是在打自己的跳刀 前期也是比较惨 为奉行者在他们野区打野 应该是遭遇到了他们非常多的人 又是拉比克 拉比克已经是杀人如麻 对面应该是抱团在那边 可能是地图上看不到我们的人 所以以为是我们要抓他们 BH的话现在也是在中路发育 现在就是我和封银作为两个输出点 然后YES猛马 一个大控一个控制 然后DP的话因为现在还比较惨 如果说他作为输出点的话不够肉 然后对面因为在中期最强势的时候 抓人干可没有得手 所以现在在不发育 很明显就是BH和飞机 两个现在是主要就是说不发育的不经济的 然后拉比克又是一个带节奏的 然后前期他们保SK 然后发现中期 就是刚才说了 抓不到人 我们一直绕着他们打 所以他们中后期就决定把 资源几乎都是让给的飞机和BH 刚才在中路我是中了这个BH的标记 所以我是故意跑到上路来 给他们造成一个我们要守塔的假象 然后刚才因为看到飞机下路一个人在发育 又看到我们野区一个蒙马和一个VS 刚才如果BH去杀飞机的话应该能够很成功的得手 因为他们刚才应该是至少有三个人在上路 如果现在去抓飞机的话就比较危险 因为他们人竟然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拉比克吃到一个加速神符往下路跑 这边等一下远古也在刷新 上路又有个红点 这样就应该是刚才BH 应该是往上路跟队友们会合了 那上路应该是三到四个人 这边 跳刀的拉比克还是非常能秀的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出挑战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如果我只处理把BKB 对面在塔下给我们耗 不给我们打就给我们消耗 那我没有回血装 只有一把BKB 像有王的点灯拉比克的X 这样耗个几波 我就可能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就非常勉强的就上了 出挑战的话 对面不管怎么消耗 一个一个是我有这个魔抗 然后就是我可以慢慢的把血回上来 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在就是几乎满血的一个状态 这边BH强确逃开了一个塔房 他应该往这走直接摇一个大 魔马也没粉 应该都没粉 那非常可惜了 不然的话这BH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这几条下落那条线不是特别敢去收 正好又是这波远古野 非常快的先收掉 然后等一下看他们中路有没有人带线 如果有人带线的话就可以等中路那波线过来 然后收中路那个比较安全的线 而且队友也是集中在中路 刚才看了一下飞机的装备也是慢慢的起来的 现在是护腕 相位护腕 然后单刀一个一千的斧子 应该是在出BKB 这边应该是 抓了我们的魔马 我们的魔马应该是也把大招也给掉掉掉了 这波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推上路 我这里把TP卖了 买一个 三千三 诶 这里他们应该是要上 A下拉比克 打出残废 一个C炮 便是被 呼应者搜走 他的杀人如麻 又是一波一换一 这里府王 哦 府王胆子这么大 还敢在我们这里打野 那现在的话再出蝴蝶 我觉得就是 比较正确了 先出双刀 然后再出蝴蝶 因为现在他们这个 物理输出也慢慢的起来了 那 就是说该肉的也挺肉的 所以现在出蝴蝶 有闪避又有输出 这样打起来的话就会比较的好 我们的DP还是不够肉 别选一个战鼓 一个1610 也在出BKB 对我是点了一下他们下路外塔的信号 好 那我觉得现在推他们的下路外塔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 像他们先手英雄 虽然他们说先手英雄比较多 像府王SK 但是 只要我们站位好一点 然后他们想秒我 也是一个换 然后猛马这个后手大 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一波团灭 所以我觉得他们 如果想要先手也是会非常谨慎的 那我是直接站着 诶这座塔 因为 感觉他们就不会上 旁边是一个 府王 诶这个 坂纳比克 老师被他先跳走 因为复兴一个束缚机 束缚到了飞机 那我直接走上去 打出了残废 一个C炮 魔马跳过去一个D 就把他收走 这边还有一个BH 这边我们是有粉的 BH是已经合出了BKB 被我打残了 结果我觉得可以推他们的二塔 正好是 敌皮开了大招 那现在他们肯定不会 轻易的就和我们打了 现在还可以趁敌皮有大 趁他们有人复活的时间 可以把肉山给打 但是 封印者已经回去了 感觉我们四个人打肉山 我觉得有点 有点不稳 那我现在是还差 900块就可以做出我的蝴蝶 那像这种局 不能让他们的这种双核的装备跟上你 如果前期你 就是说乱收线乱打野 被他们抓个两三次 那你可能就不太好打了 这个首先你的装备会更新的很慢 然后他们整体 这个整体的经济和等级 都会比我们高出很多 感觉隐魔 就是说前期前中期比较难混 这个节奏比较难掌握 特别是路人局 路人局平时都不太敢打隐魔的 那我不得不说前期能够躲过他们的干客和游走 也是因为我们的辅助 这个眼插的是比脚的好 辅助肯满眼 这样的话 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这个 打钱或者是推塔的效率 关队我说一下马上蝴蝶了 现在都集中在中路 然后等我蝴蝶运过来就可以推塔 感觉BS如果要换这个拉比克的话 还得让我们队友注意一点 就是去A他一下 或者是远处给个技能 好蝴蝶到手 蝴蝶到手的话 应该推中路塔没问题 现在队友都是开悟了 这边应该是BHTP 我刚才准备直接过去摇大的 直接隐身TP 一有机会就点塔 就算是稍微顶一会儿的塔也没关系 维拉比克加速神符 应该是想过来拉人 感觉S换了他 又是被他跳走了 累了一下我们的封心者 看他们上不上 这边SK一个刺空被子愿到 而这边这也是个好机会 因为他们这副王可能是会错异了 觉得要上 然后直接上来好了 但是他们SK什么的刚刚放过技能 但他们现在的交流是比较乱 诶这边一个锤 然后一个勇气勋章 直接点了两下就把他点死了 所以说之前也说到这个VS的操作 真的是非常细腻 再加上我现在这么一个高攻击 而且猛马给了我一个buff 自身的攻击力之外 猛马给了buff之后 直接加300 别去用分身在后面断兵 那你去断吧 我直接拆塔了 现在可以看出来我们是 这个输 输出是很够的 就是看控制能不能够 就是把技能放得比较完美一点 那这边我是刚才在家里又买了一个战鼓 那现在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 应该是就是说带线拖节奏 因为现在我们推塔他们是 感觉守不住了 所以因为正好我们现在又是抱团 所以我觉得他们下来应该就是一个带线的打法 就是拖 利用这个线 让我们推也不是不推也不是 他们飞机带线是非常快的 这样的话又能够慢慢的把他们的装备拖起来 然后再跟我们一战 如果他们现在不带线就是使不了塔 还在后面 塔后面就是干站着的话 我觉得 这样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 那他们现在他们几个又是 天地比较厉害的 平均会像我说的那样打 那边猛马一个 跳一个D 直接把皇帝过来 那边把他吼吼给A死 那刚才说到如果他们要带线呢 那我该怎么打 因为他们带线就是飞机或者是BH 那我一会可以换个飞鞋 如果是 光飞机或者光BH的话 对我是没什么威胁的 所以我出了飞鞋可以自己带一条线 然后让队友四个人抱团 然后我把线带过去就可以直接TP和队友会合 如果我不换飞鞋的话 那我们就是 这个线我们会掌控不了 就是说我们刚刚把线带到他们塔下 那他们飞机很可能 把另外一条线已经带到我们的塔下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拖了 不能把他们的装备给拖起来 SK也是在带线我们的队友 从后面包抄了过去 SK在这边的树林里面 应该是已经TP了 现在就是我们非常明显的五人抱团退塔节奏 所以他们带线会非常敢带线 就是说拼命的带线拖住 那我现在跟队友打字说一下回去换飞鞋 刚才是看到飞机的装备是已经做出了BKB 已经是在我们中塔那边 两条线都已经带到差不多我们塔下了 那我是决定去下路 因为下路这条兵线比较长 而且飞机带线比较快 给飞机一个BH 刚才看到有人是从这边绕过来的 那我这边先躲一下 我们上路已经是带掉他们二塔 准备推高地 所以我点了一下他们高地的信号 我刚才也是开了一个塔房 没反补一座塔 他们看我过来正好是跑的 那我直接把塔反补 他们现在应该就是很快要回去守塔了 我这里直接TP VS是被贼了进去 然后自己推了推了出来 飞机 诶这个 猛马的大招有点 我们的VS挂掉了 那个猛马的大招放得有点冲动 这边摇大 他们都开了VKB 我们的猛马肯定也在里面走不出来了 这边我们没粉 SK一个刺刺到两个 没粉 没粉的话非常尴尬 这边我得掩护队友撤退 不然的话我们队友肯定会被他们追上 现在他们两个就是赶紧走 因为现在我们肯定打不过了 BH肯定也是隐身在我们旁边 BH肯定也是隐身在我们旁边 斧王 他们都是回家不计好的再过来了 风行者 这边我想走又不想走 我的飞鞋CD是已经好了 但是 想帮队友挡一下 他们想瞄我 瞄我 先平衡一下他们的血量 BH 还有这个拉比克 杀我杀我 说不定可以双杀 这波的话其实 我觉得我们是有点打亏了 魔马的大招放的 放的是不错 但是我们跟不上 我们离的比较远 有没有什么跳刀之类的道具 就是说我们两个输出点 又没有跳刀之类的道具 可以 你放大了 我们马上冲进去就可以输出 好 不过没关系 就是 下一次 大家都注意一下 然后 应该就没问题了 现在我们风行也是非常的肥 4300块钱 SK的话 现在战古 先锋盾 1400 然后跳刀 我觉得得想办法 把这个肉衫拿掉了 这样就比较稳 还有19秒 我们的风行者是直接买了一个宝石 身上还差2000块不到点 应该就可以走出羊道 那我活了之后 准备去收上路线 先收点魂 我们队友的话 都在我们野虚集合 下路飞机拉比克 感觉这个拉比克可能 看一下换过来 这拉比克应该是正好跳在了我们 队友的旁边 抓掉了这个 逃得比较慢的拉比克 这样的话 推中 然后正好在上路 把这个魂给收满 中路也是有一个红点 中路的BH 刚才子愿了一下 BH应该会开BKB 空雪BKB逃了 应该逃不掉 风行贴身了 看一下 又是一个舒服器定道 那直接挂了两个 这边正好我的火眼收满了 直接TP到中路 现在的话 他们的复活时间 我们应该能够推掉一座外塔 现在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指推塔 不杀人 因为他们肯定也是比较会玩的 不会 而且又有跳刀 就当换过来的话 就不用换 就推塔 站位好一点 我站的位置比较 比较偏 这个塔是还有一半都不到的 这边别是比较冲动 这边只要推塔就可以了 不用浪费技能 因为他这个 别是大招CD还是蛮长的 像他们开的这个笛子 应该要冲了 是个魔棒 SK摇大 直接吃了我们两个酱油 我们两个酱油 直接挂掉 这波不好打了 诶 被魔码一个大招 我 没办法上的很勉强 摇大又摇不出来 他们每个人都有打断技 死了直接买活 刚才死了 那个大招 还是还把那个斧王给杀了 这波打了就比较亏了 刚才买活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想要不要TP过去 反打一波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风行也走掉了 那我决定去下路 把魂仙收满了 或者可以等 实在不行的话 就等那个 我们风行把羊刀给揍出来 打还是打得过的 就是不要太冲动 那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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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飞机也是单刀之后 也是想做蝴蝶 DPS慢慢起来了 这边一个舒服机 然后一个子愿 配合VS 应该是可以带走拉比克 这个舒服机应该是个芒衣 那我现在也是飞到上路来 把这波线给带过去 点了一下中路高地的信号 他们中路是没塔的 这波的话就相对来说 比较好推比较好打 把上路线一带 然后划到中路 跟队友会合一起推中 刚才看了一下 满活还在西地 那这波 得打得稍微小心一点 后应者应该也是羊刀在手的 可能这波应该是稳了 先快速的清兵 准备一个 斧王BS直接把他换了过来 一个锤一个羊 伤王摇大 躲下他的刺 出到里面跟他们对点 飞机线也是被我点的 不敢上去输出 别却也不敢上来 这波先把他们兵给拆掉 猛马一个大招 一个吸泡 这波是他们一个团灭 那么 可以破他们三路 那么这局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